106年這個約 就是陳崇文會被抓的約啦 因為他說我要跟警察局 用監視器用光線網路嘛 後來陳崇文去關說嘛 所以被抓了嘛 拿錢嘛 拿2500萬嘛 這個約嘛 那我問嘛 柯文哲當初 到底有沒有選擇的餘地 一定要跟台資光線還是其實不用 對嘛 其實不用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台中市政府有示範給你看 可以跟中華電信 簽GSN GSN的G就是Government GSN就是政府專用的專線 中華電信也可以處理嘛 那這時候問題來了 沒有人逼你柯文哲 你柯文哲為什麼要跟台資光在106年簽這個月 為什麼 他回答我啊 你為什麼不選中華電信 他說什麼 我被好隆斌母約綁架 騙人 母約只是說優先而已 沒有說一定要 母約 好隆斌的母約只是說你可以優先找他 然後他會給你打折 沒有說一定要 沒有任何一個合約可以綁定說 哎呀我指定說未來這個一定要限制性招標 那標案都假的就對了 你也可以選中華電信啊 你柯文哲為什麼當時要選台資光 為什麼要選台資光 各位這不是放水喔 各位這不是放水喔 我再講一次喔 好隆斌跟 台資光簽的是說台北市的 官用網路 但是警察局這個案子當時根本沒有任何約 是柯文哲106年說警察局通通也給台資光做 然後來這個案子爆出了弊案 所以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請問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母約 不要被柯文哲混淆焦點了 請問一下陳從文會被抓是因為哪一個合約 柯文哲的 請問一下會有弊案是因為哪一個合約 柯文哲的 從頭到尾 柯文哲簽的這個合約 才是真正的母約嘛 柯母約嘛 這才是真正的母約嘛 因為如果只有好隆斌的合約請問一下 陳從文能不能放案 不能嘛 根本什麼都沒寫嘛 好隆斌的合約只是一個架構而已嘛 是柯文哲在有中華電信可以選擇狀況下 跑去跟台資光簽了這個警察局的合約 最後陳從文去關說這個警察局的合約 的價格費率 然後被抓了 那我就問啊 柯文哲為什麼當初要訂頂這個價格 為什麼 來再來第二件事情 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裡面喔 也寫到一個東西 來喔 兩妹 對不對 1684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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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喔 單價是什麼 1684喔 啊各位 好龍斌的架構裡面有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有喔 好龍斌的架構說什麼 好龍斌的架構說 未來兩妹 四妹 四妹 如果台北市政府 要再簽其他的合約的話 應該要打95折 而當中的價格 好師傅訂定的兩妹的價格 你知道是多少錢嗎 兩妹的價格 好龍斌訂定的 是1510塊 所以各位 1510塊 按照母約的架構打95折應該是多少錢 應該是多少錢 1500塊啦打95折是多少錢 我跟你講 多少錢都沒關係啦 絕對不會是1684 所以抓到了 陳志涵公佈的第2份合約 第2份的內容 1684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違反母約 圖利廠商 這個整份合約都是柯文哲簽的喔 柯文哲在這一份合約裡面 違反了 好龍斌的約 圖利的廠商 而這是柯文哲的母約 因為 1500塊 如果 兩妹 打95折怎麼算都是1436 不會是1684 對嗎 1434嘛 來1510塊啦 差不多啦 反正我跟你講啦 不會是1684啊 那我就問柯文哲啊 請問多出來的錢哪裡來的 你違反合約精神啊 所以阿伯 有價差 你們簽的 出問題囉 來再來第三件事情 很多民進黨好朋友 一直在嚷嚷叫 說這藍白的共業啊 藍白的那個啦 藍白貪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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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確定呢 如果被打臉要道歉呢 為什麼這樣講 各位 106年的時候是柯文哲第幾屆的任期 106年是柯文哲第幾屆的任期 106年是柯文哲第幾屆的任期 是第幾屆 第一屆嘛 各位106年是柯文哲第幾屆任期 第一屆嘛 第一屆柯文哲市政府裡面是什麼顏色的人 第一屆 第一屆是柯文哲市政府裡面都是什麼顏色的人 都是什麼顏色的人 都是民進黨的人嗎 還有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昨天遇到趙宜祥 侯一哥 啊我就在講喔 我是在講喔這件事情喔 柯文哲說藍綠都有問題嘛 我說藍綠都有問題嘛 趙宜祥就很激動啊 說民進黨沒有啊你不要說民進黨喔 坦白講啦我們講做節目喔就效果好就好節奏好就好了 收視率最重要啦 我不喜歡懶得跟他在那邊吵啦 我就說沒關係我之後再講 啊 我沒有像黃國昌啦 說什麼你在那邊插什麼話 你講話我有插話嗎 你插什麼話 啊我沒有這樣子啊我沒有這樣子 啊大長哥我有跟我講啦 106年整個柯文哲市政府裡面全部都是民進黨的人 那你以為這件事情 辦到最後面 如果沒有辦到柯文哲 你覺得下面的人會沒事嗎 絕對是拿下面的人先開刀嗎 下面的人通通都是什麼顏色的人 106年 2017年柯文哲是2014年當選的 那個時候他跟民進黨還沒有撕破連 你以為民進黨沒事喔 好不好各位 不要得意忘形啦 不要覺得說這件事情穩賺不賠的啦 人家抓到你就被捕掉了啦 好不好 來再來第三件事情 請問一下這個內容到底是什麼內容 什麼樣的公文會有詳細架目標我直接揭露了 我今天就問了台北市政府跟一大堆議員 這個東西不是公文系統掉的出來的東西 因為很簡單 這個不是公文 這不是公文 這個是合約的 復健 我再講一次這是 合約的復健 這是復健 這不是公文 所以復健他代表的廠商的機密 而廠商的機密不可能隨便給議員掉 如果隨便議員都可以掉的話那就沒有機密了 那這時候問題來了 請問一下黃珊珊現在是什麼工作 他是立法委員 陳志安是什麼是立法院 而這兩個人現在跟台北市政府還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柯文哲是什麼台北市民 那我問喔 三個跟台北市政府沒有關係的人 他們的民眾黨台北市議員也沒有辦法調到這份文件 請問一下陳志涵黃珊珊怎麼拿到這份文件的 怎麼拿到的 嗯 怎麼拿到的 這兩種啊 他們離開台北市政府的時候就知道這個案子有問題 跟柯文哲的副一樣 留下來做紀錄 所以陳志涵講啊我防身啊 我自保啊 喔 這代表 你們一直都覺得這個案子有問題嗎 這個不是好龍斌 這你柯文哲自己簽的案子 所以你柯文哲自己覺得簽的案子有問題 大家留著要防身耶 做紀錄耶 喔 再來第二個如果不是當時就拿出來 那代表一件事情 現在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有人在洩漏公文各位這是有行責的喔 有人把公文拿去外洩喔 有人把市府的資料 合約 附件 隨便的往外洩漏喔 內神通外軌喔 你那個台北市政府裡面的內軌你給我注意喔 我一定讓你死的 好不好 我一定讓你死的 不用想跑 再丟嘛 丟東西很爽嘛 當間諜很爽嘛 對不對 沒有關係的 你一定完蛋的 好不好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越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堂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平衡新潮的高度 在平衡上有了 會議 assessing故障的 修造生菌